超多人超級想看 開箱我的全新工作室 哈囉大家好 我是爸爸的乃威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集就是我的全新工作室的開箱 我辦了一個新的住屋處 然後我把它改造成自己 可以在這邊剪片啊 補書的一個小天地 潤透了我自己現在 每天生活的這個地方 我是兒竹的 那他剛好現在去上班了 我就可以自己在這邊大拍特拍 我要把它整理的特別乾淨 先帶你們從大門那邊進來 好 OK 現在呢 就是從我的這個大門 大門這邊一進來呢 就是我的鞋子鞋子的區域 然後一進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是我的一個休息的空間 它是一個小客廳 有桌子沙發跟電視 沙發跟電視跟桌子是原本 房東就有附的 那其實它原本的沙發是很長 我把它改成就是一個L型 這樣大家來做的時候 會比較有空間 比較舒適 然後其實在這個區域呢 下面我自己放了一張地墊 因為我就很嚮往可以有地墊的感覺 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 坐在地板上面的人 所以我就超級喜歡坐在這個地墊上 那這個地墊呢 是在淘寶買的很便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再把我購買的連結放上去 跟你們分享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是我買的六公升的水 然後我都會拿這個去裝水 這是我爸給我一個 我就會很好用 它就是上面按下去之後 這邊就會出水 所以就是我的一個 簡易的飲水機 然後再往這邊看呢 這個地方就是我的小廚房 我跟室友平常有時候呢 就會在這邊就是簡單的 做一些料理啊 冰箱 給你們看一下 有冰水餃 跟這個是阿嬤牌的弄灶 這是咖啡機 這是剛泡好的 這就是簡易的一個電磁爐的廚房 這樣子 然後上面是琉璃台 客廳後面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大片衣櫃吧 其實這個衣櫃的部分 原本呢 它是放在中間 當一個橫平 但是我覺得實在是 就是太佔空間 前整個空間感會變得很小 所以我才把它移到後面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呢 要帶你們看的是 我平常讀書工作剪片的 自己用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都是我自己設計的 這個地方 這椅子呢 是我在蝦皮上買的 然後這個桌子是 淘寶買的 桌子我平常就會在上面 剪片阿 工作阿 補書阿 然後這就是我剛剛喝的黑咖啡 跟我平常喝的水 平常都會用我的電腦 然後接這個大螢幕 進行一些作業 因為呢 其實它的隔壁就是床 所以為了跟床有一點 隔開的一個距離 我在這邊設置了一個櫃子 它本來還有四格 但我還沒有平起來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小小的一個化妝的區域 我就會帶這個小鏡子化妝 這個地方就是我小小的那個 保養品跟化妝櫃 三用 辦公 化妝 讀書 工作 剪片區 就在這一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接下來就是睡覺的地方啦 這就是我的床 我有跟櫃子 就是跟旁邊隔開 這樣子的設計呢 是我看小紅書上面去學到 就是這樣子會有一種 工作跟生活 跟休息分開的感覺 這個床單呢 是在蝦皮上買的 床的旁邊呢 有一個小小的櫃子 再來呢 就是要講到 我最喜歡的一個空間 就是我在這個家裡 我最滿意的部分 它是 有時候我會在上面拍片 然後在上面休息 就在這個地方 會特別的有靈感 就是這個地方 將將 這裡呢 其實在我的前一個租屋處 大家應該有看過 就是這一個小沙發 也是偷偷買的這個桌子 小小的圓桌也是偷偷買的 然後這個櫃子呢 是ETR的 就是那個時候有學姐 要不然家不要 她就送我這個小櫃子 跟莉莉 它旁邊還有我的電子琴 電子琴是我大一的時候 就買的 然後我常常就會很喜歡 然後就是 我偷偷就是 彈一下 其實我不會彈 但是 最近有在學這個技能 如果有成功的話呢 再PO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也很滿意的就是這個 窗簾 這個窗簾呢 是讓我整個屋子看起來都特別的明亮 我自己把它換了一個窗簾 然後就整個房間的氛圍就是很暗 然後很沉重的感覺 我就直接換掉 我全部窗簾就改成這種淺色系 然後在淘寶上面買的超便宜 因為學生組嘛 小隻組沒什麼錢 只好我在上面自己DIY 它這種窗簾是透光不透人 那這個窗簾我朋友都說 就是非常的好拍照 你看這個光是不是超漂亮的 這個光超好看 它其實我稍微買了 長了一點點 但是卻意外的效果很好 因為很像婚紗牆 就是可以穿衣服在那邊拍傳達 但我現在還沒有就是正式的啟動它 想說拍完這集之後 之後就可以大肆的在上面拍東西 當初搬進來的時候真的是超級痛苦 因為剛進來的時候這邊有點太大 然後我跟我朋友就是整理了超級久 今天呢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超好用的東西 有了它我現在每天住在這邊真的都超級舒適 很多人都會來我家都會說 天啊你家怎麼這麼乾淨 我跟你們說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超級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我的秘密武器 新請來的小幫手 登登 松會動眼免拖掃地機器人VestaG 因為有它我每天都可以 廢在小包上 廢在床上 或者是專心撿我的片 不用去擔心家裡的衛生 因為它都會幫我處理好 它真的是我近期使用過我最滿意 而且入手值CP值最高的一項產品 現在市面上呢很多掃地機器人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台掃地機器人呢 第一點是因為它很適合學生族群 小資族群就是像我現在 剛畢業剛踏入社會 然後可能甚至還在讀書 還在辦公辦讀 年紀上沒辦法有太大的負擔的人 它的價格非常非常的實惠 現在這台呢也正在優惠的檔期 它的原價呢是一萬五千九百九 現在它的優惠價是 一般的掃地機器人都是一萬五以上 我真的是沒辦法負擔得起 那再來第二點呢 你看了我的這個環境之後 就會發現其實我鋪了兩塊地墊 客廳那邊還有這個地方有鋪地墊 而這台掃地機器人它主打呢 剛好就是強大的吸力去代替失脫的這個功能 真正乾淨 要乾才會進 地毯真的失脫過太多次都會怕它會發霉啊 天哪這台機器出現就剛好打中我所有的需求 我又需要有人可以幫我打掃 家裡打掃得很乾淨 可是呢我又不能時常脫 因為會傷害到我的這個地毯 第三個呢也是太鄭重 它小知足的心了就是 它除了有吸塵跟掃地之外 它還可以有空氣淨化的功能 因為通常我們也買不起空氣淨化機 然後我本身呢就是一個 嚴重的過敏兒童 我從小就有過敏體質 很常會眼睛癢鼻子流鼻水 然後不舒服等等 都沒有那個預算可以去買一台空氣清淨機 遇到這台的時候 我想說真的假的 它還有辦法空氣清淨的功能 它可以四處的遊蕩 所以它到各個地方去吸塵的時候 順便呢也幫你清淨了空氣 它的空氣清淨呢是搭配PM2.5 高效過濾靜電網 移動的時候同時清淨了空氣 它的螺旋椅呢導航零死角 它可以在我家四處的遊蕩 四處的行走 然後幫我家清掃了各個大大小小的角落 使用完它之後過一個禮拜 我所有就是眼睛癢啊 或者是會流鼻涕這些 剛搬來新家的一些不舒服的過敏症狀 幾乎完全都沒有 因為整個地方就是被它打掃的很乾淨很舒服 空氣呢也一併的去清淨 再加上它可以搭配APP 新的寵物Omama Omama呢我在APP上去設定 叫它幫我清掃 我時常在外面試圖拍攝之後 回到家就會有一個乾淨舒服的空間 因為我在外面的時候就可以設定APP 然後它在家就可以幫我完整的打掃了家裡 它對我生活影響其實蠻大的 就是我再也不用花時間去打掃家裡 可以省去這些寶貴的時間去做其他的事情 有時候一邊辦公的時候 我會請Omama一邊工作 就我們一起在工作的感覺 第二個呢就是我覺得一個舒服的環境 真的會對你的生活品質有非常大的提升 就我本來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我可能一個禮拜只會拖第一次 然後掃第一次 現在呢我是每一天都會請他一起出來工作一次 每一天都會有一個非常乾淨的家裡跟工作空間 有些人有在觀望想要買掃地機器的人 這台非常的適合我們 接下來不是父親節要到了嗎 展現笑心的時間要到了 回家終於不用再背面說 怎麼都不打掃家裡 送給爸媽讓家裡也可以有一個非常舒適的環境 笑聲他們買一台掃地機器的人 讓家裡都可以有乾淨的空間 然後他的廠商呢也願意給我 就是屬於奶油飛的優惠碼 如果覺得喜歡這一台機器的話 可以點入下面下方連結 由我的優惠碼去購買這台 除了他現在特價的9490之外 輸入我的優惠碼還可以享有八折的優惠 七千多塊呢你就可以購買我的歐媽媽回去 可以讓你的生活變得超級的乾淨 掃地機器人支付嚴選出品 然後還有兩年的保固 我們不要算兩年好了 我們就算一年 七千五百九十二你去除以365天 一天只要二十點半 你去外面請人打掃一天都要多少錢 你每天花二十塊 有人可以幫你把家裡打掃得超級乾淨 這是一個長期性的投資 對於生活品質上的投資 對於家裡生活環境上的投資 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有興趣呢 就可以點以下的連結 輸入我的奶油飛的優惠碼 就可以再享有八折的優惠 專屬優惠時間有限只有兩個禮拜 8月5號到8月19號 大家一定要把握這期間 趕快下手這一台機器 有一句話說 生活是自己的 所以這樣的投資絕對是值得的 時間就是金錢嘛 另類非常值得的投資 OK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一集工作室的開箱 然後跟你們分享 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好物 希望這一集影片 你們會喜歡跟你們分享我的生活 還有我自己生活上 遇到很多很棒的東西 喜歡我的影片 看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唉唷喂 忘記拍廁所了啦 我們怎麼會在一起 可以拍照 我聽到的是 如果可以拍照 一 操子 你拍照 我還是有這麼多的 你不是很想要嗎